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来自秘鲁拉利伯塔德的一位母亲 11号赫然发现 自己年仅10个月大的女娃 意外吞噬一个成人拇指般大小的十字架吊坠 孩子深感不适 嚎啕大哭 心急如焚的妈妈匆忙将孩子送往医院救治 从X光片中可以清楚看到 十字吊坠就卡在女童的食道中 当地医生团队花了不少时间通过内窥镜检查 试图从X道取出吊事 但过程困难重重 医疗团队几经波折取出吊事后 女婴总算保住了性命 而且健康状况良好 家长这才放下心头大师 一路感谢医护人员的救命之恩 看来经过这一劫 孩子的妈妈再也不敢疏忽照顾了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